近日山东集市上一位做拉面的大叔火了 他的大名叫做陈运富 虽然年纪看起来很大 但是他却是一个妥妥的80后 而他走红的原因也非常简单 一碗拉面卖3块钱坚持15年不涨价 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 拉面哥这份淳朴倒成了最珍贵最稀缺的东西 他的每句话都十分吐气 但又那么真诚感人 根据拉面哥自己的计算 他一份拉面买3块钱 他的利润仅仅在4分左右 但坚持不涨价的原因就是下面的人过得很苦 就是因为这个简单的原因让他坚持了15年 当然他的事情被媒体爆料之后 一下子成了大网红 他也开通了自己的社交账号 通过短视频分享自己的日常 希望有更多人过来吃他的拉面 当然也有不少人质疑拉面哥在炒作 背后有团队一天500万 如果一天卖10个小时面条 等于1.2分钟一晚 包括和面揉面拉面下面捞面 拌面端面收碗 一天保持这样的劳动强度 简直就是机器人 而且坚持了15年 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 早就累趴下了吧 只不过拉面哥还真用不着炒作 一碗拉面3块钱 确实不挣钱 不过他还卖一些小吃 活腿 豆干之类的 还说得过去 薄力多消嘛 不过在当前也确实良心了 如果要涨价的话 早就涨价了 大家所看到的良心商家和商人都出自民间 都是最底层的老百姓 他们朴实无华 甘愿奉献 并持着送人玫瑰 收有余香的理念 为了生活赚钱 为了赚钱而奉献 80后的年纪 60后的面容 用自己的勤劳双手 传递正能量 传递浓浓的人情味 要是有行业开模的话 我觉得拉面歌当之无愧